各位好,我是冰子 格拉汉姆作为著名的高达痴汉 为众人所知 但因为很多原因 导致它只用战骑系列 但现在格拉汉姆终于开上了高达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聊的 能天使R4修复型 能天使R4修复型 编号GN001Repair Phone 格拉汉姆自称为格拉汉姆高达 身高和体重并未公开 参考能天使的话 大概是18.3米和57.2吨 登场于高达00 十周年公演的朗读剧 驾驶员为格拉汉姆·艾卡 于天人还有高达之间 有着各种各样的奇妙缘分 在剧场版《先驱者的觉醒》中 为了帮助刹那进入ELS的内部核心 驾驶勇气式自爆 开辟出了通向未来的道路 虽然很悲壮 但在ELS内部这个特殊空间中 却出乎意料并没有当场去世 与刹那交谈后 决定和ELS一起生存下去 并在刹那的推荐下 加入天人 驾驶能天使R4 评定反变革者组织 所引发的各种问题与暴乱 作为以能天使为基础 改造出来的机体 R4的大部分结构 自然是能天使的部分 所以只看外表的话 和之前的能天使非常相近 但为了在短时间内就可参与战斗 在本机上投入了大量的新型和试作技术 所以实际的性能相较于原本的能天使 已经有了质的提升 位于肩部两侧 用来控制基因粒子的试作新型天线 要更加简短 但对粒子的控制能力却更加优秀 虽然是拟如 但依托于全身各处的新型基因电容 也可以产生出惊人的粒子量 左臂是R4最标志性的特征 是先行配备给R4的第六世代机体的手臂 外形更加接近人类 在其中也加入了最适型基因电容 而与以往高达的最大区别 就是可以选择机体的一部分 发动三红 令瞬间发动三红模式成为了可能 而全身的刀装也符合格拉汉姆的作战风格 而更加巧合的是 格拉汉姆也正好是一个左撇子 就像是为了格拉汉姆量身定制的一样 让我想起了李疯子的名言 武装方面 R4与其他型号的能天使一样 也是一台非常重视近身格斗战 不拔刀就不舒服的机体 基因护盾上搭载的是 基因战刃和基因战剑 各两把是在开发基因剑武时的试作品 在腰部挂载的是两把基因冲剑 也是基因剑武的试作品 通常用作图磁攻击 除了剑模式外 也可以作为光束枪来使用 而最具R4和格拉汉姆本人风格的武装 就是如武士般背负着的基因台刀 是基因剑武开发完成后 收集数据加以改良的武器 其细长的剑身 非常像是武士使用的泰刀 也是为了基因剑6的开发制造而成 对曾经的武士刀而言 没有比它更棒的武器 所以在R4的配置上 就可以看到 虽然这台机体还是能天使 但却莫名其妙地 变成了格拉汉姆的形状 虽然刹那完成了鱼异星生物ELI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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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